感谢校长也感谢部长陈让 各位机关代表 毛瓜法部全部老委会跟教育部工作同仁 本席的提案其实跟教育部的提案非常信事 所以我们想先发言大概有补足的地方 部长刚好可以补通 我想这项提案呢是去年9月的时候提出来 当时是因应工会就是所谓的劳动三法 大家我们俗称他劳动三法 也就是工会法团体协商法 以及劳资争议处理法 他通过之后呢民间开始有一点担心 担心什么呢 就像现在我们纽约的市长常说 他们很难太就换心 不能太就换心的原因就是 他们的工会组织呢 对于新进人员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校教评啊 他有一些他是过半数 所以他的自己定的一个内规叫做 Laskon First Out 就是说他裁员呢 Layout需要裁员 裁员就是从新进人员下手 于是这个他认为教育人员是老化的 所以从这些例子呢 我们认为如果工会法 这个这个我们当然这个教师组工会 我们已经挡不住是世界趋势 也是国际劳工组织87 98两岸公约所谓保障 而马总统也签署了所谓公民的两项条 两项合约 我们想这个两项公约 所以这个趋势我们没有党工会法既然已尽通过 那教师是具备组织以及加入特定工会的权益 那遇到侵权的异议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个不管是侵权或者是教师 或者是教师工会跟雇用者 那有个相对性 发生了劳资争议的时候 他已经可以依据团体协约法 劳资争议法的规范 来调节或者是仲裁或者是裁决 那这些程序呢都可以提起救济了 那如果是属于行政处分的征职呢 我们依据个案 那性质上面也分别适用于数院法 或者是劳资争议的处理法来办理 至于大学 他有一部分 研聘的就是根据第十条 他可以研聘研究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而且这些所谓的教师呢 技术教师他也可以认课 所以他本来就已经是比照教师办理 所以我们为了想 这个救济程序是否可以单一明确 免除外界认为我们可以责法 适用以身以后的流弊这样的想法 所以本席以及二十几位委员呢 一起就凝聚了大学法第十七条 第二十二条的修正案 删除了有关这些研究人员 专级人员 申诉大学教师 申诉评语委员会的规定 当然我们也看到民间对这样的看法 又有不同的声音 那我们也同时基于同理 我们所修的专科学校法第十二条 也一并修正呢 也是同样删除 这样所谓的申诉相关的规定 当然我们今天是以很开放的心情 因为这是教育部的优先法案 攸关全国的教育生态 我们说只要能够让教员的生 校员的生态非常的正常 而教师所谓的教师的这个 教育的场域现场 没有太多 自爱上面的程序发生 而老师们的真言都能兼顾的话 我们是以开放的心胸 把这项提案率先提出 以致公平 谢谢 谢谢 谢谢